哈喽,大家好,我是蓝 本次为大家带来的是火系金油需要的材料 烈焰花的密集刷新点 每处都有两至四株的烈焰花 第一处,我们传送到北风之郎的庙宇 到达地点后,在庙宇的正门口就有两株烈焰花 第二处,我们传送到庆云顶上方的传送点 到达地点后,我们转身沿着河道一路向前走 经过一片小竹林,抵达一处木材堆 在木材堆下方的山坡上就有三株烈焰花 第三处,这里是大家最熟悉的地点 我们传送到鲍岩树右侧的传送点 在鲍岩树的门口就有四株烈焰花 当然这里还有很多鲍岩树的小地 我们摘完赶紧跑 第四处,我们传送到顿玉林右侧的传送点 抵达地点后,我们朝着面朝的方向一路滑行 在山脚下就有三株烈焰花 看不清的各位可以把时间调到晚上 这三株烈焰花的旁边经常伴有火焰史莱尔 到了晚上会非常的明显 采集完,我们赶往下一个地点 我们传送到顿玉林下方的七千神像 在我们之前采集琉璃在对面的山坡上 就有两株烈焰花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值得有用的各位,麻烦点个关注 我后续要为更新更多稀缺材料的便捷获取视频